嗨大家好 欢迎收看超晨少年 今天要教大家 如何成为一个有想法 有创造力的人 老板你变秘喔 诚实人我不知道 你是一个有想法的人吗 应该是啦 那你每天都在讲什么 像是我做下班 我问贵姐好了 身为一个设计师 你是一个有想法的人吗 是 那你平常上班都在想什么 怎么样解决老板的困扰 很好 不好发现 再个月加两千 那你是个有想法的人吗 是 你平常上班都在想什么 如何爬到老板的头上 这都不是想法 我说为了想法就是要如何创造出东西 如何拥有创造力 如何为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的创意想法 好比说最早之前 人类打猎吧 10个人去硬干一只野兽 那你最后可以分到食物 可以分到毛皮 之后人类有想法了 10个人杀完一只野兽 你最后只会得到一个瘦皮 那这个时候呢 不就是要一个人穿而已 谁穿 老大穿 老板穿 他喜欢人耶 继续狩猎 继续等待下一个野兽出来 之后呢 人类就想到新的方法 纺织数 分工合作 工业化 想到资本主义 如何玩弄这个社会的现实 所以现在纺织数非常发达吗 你现在还有在为了保暖在穿衣服吗 没有啦 但是你如果今天家里你有10件衣服 每一个都可以保暖嘛 那你会找什么 最好看的 这些所有的事情当中 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起源 你知道什么吗 什么啊 你说说 问题的所在 就是问题 在这个残酷的 担揪相过的社会当中 食衣住行育乐 房贷 车贷 学贷 通通都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那如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呢 把你解决 所以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我就会去想 我有多少的技能 我有什么样的方法 我有什么样的人脉 我有几个员工 可以帮我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而我们人最害怕的就是 陷入僵局 困惑 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自己就会使用一个方法 就是把很多有相干 跟无相干的名词 全部都写在一个墙壁上 当你今天公司要开发一个东西 你要研发一台车子 那你就可以开始写 轮胎啊 风啊 电力啊 石油啊 从这些单字的名词当中呢 你可能就会激发出你 新的想法 或者好比说 把我们的每一个月份 跟每一个日期 我们都给它写上一个名词 这些名词 它就会组成 你的产品 或者是你的生活 或者是你的创作模样 你今天没有想法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刚刚这个生日表 然后铁上去 但是呢 没有创意的各位 不要慌张 其实创意跟想法 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 好比说这个东西 你觉得它看起来像什么 像一个日轨 好像是个日轨 有时间喔 因为太阳像灯照下来 有种感觉对 好像有水母 水母 它为什么会立起来 它应该被洗住了 腹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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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力 同性相伺 异性相伺 同性相伺 如果用我们的生日表 你觉得它可以用成几月几号的 1月25日 力震战毫的地心引力 力震战毫的地心引力 我觉得很好的想法 你现在把这东西忘了它 你再重新想想 什么叫做力震战毫的地心引力 就是你眼中是不是出来 出现了很多画面 好我们来 我们再试下一个 这是什么 水鸡 还有呢 吞枪 这是一般世俗人的想法 知道这种用吗 就是这样子 选走完 只好按下去 如果你要用我们刚刚的生日表 去形容它的时候 它适合是几月几号的 想想 6月10号 6月10号是什么 仔细听火山爆发 哦 看 多浪漫 你听这个声音 嘘 来哦 然后你再重新把 仔细听火山爆发 这个形容词 如果你是个厨师 你可以用 仔细听火山爆发 这个名词 想出什么样的料理 如果你是个铁工 你可以怎么样去形容 仔细听火山爆发 其实这个是我们很常在设计学院 或者是艺术学院 在教学生的时候 一个想象创意的训练方式 人要有创意 你才会有无限的可能 不然就是每天做死工作 很无聊 然后喷灯嘛 非常多种 在早期你要火没有这么容易 所以是到后面才衍生出来 比如说可以用瓦斯填充 然后可以有安全锁 因为怕人家一般去压到就点早了 然后用电子式的点火 它就是在一开始的发响之后 到现在慢慢慢慢的 然后你会越来越进步 好了吗 我们再来一个困难一点的 洗髮精 来先形容一下洗髮精 香香的 好香香的 然后呢 干净 干净 还有 滑顺 但你让你再帮我回到生日卡上 硬凑出一个 看它是几月节到生日的 1月30号 百动的狮子 如果这个做成广告影像的话 百动的狮子还蛮浮的 百动狮子 会有一个 风影 它同时又让你的洗髮精 有了舒适感 然后又柔顺 重来是砰 然后风影 对砰 对很棒 你看这样就是一个想法 当然这是一个逆向思考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给它什么 赋予什么样的形容词 可以把这东西赋予什么样的故事 跟生命力 再去回到你的公司去研发出 新的有趣的东西 我觉得如果这家洗髮精 突然出现一个新的品名 叫做百动的狮子 它就是用形容各种草原 适合长法短法 它可能会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创业想法 之后呢 当你的公司 或者是别人的公司 或者是在市场上出现的这些产品 不一样的发想 或者是不一样的功能的时候 人类就开始煮 好比说像振动电钻 它就是一个振动 加上电钻 这两个东西 所结合起来的功能性 然后拿来对付水泥墙壁的 所以在社会上有非常多的产品 有一些就是 可能他家里就是在做洗髮精的 所以他想要新的东西 新的包装 新的做法 有一些的想法是 一开始完全没有这个东西 大家 集市广益 想出了一些奇怪的单字名词 拼凑出了一个新的产品 好比说最近最流行的是什么 小朋友的烦恼 再加上课 没错 就是疫情 这两年 这个疫情流行爆了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问题 产生的问题之后 我们要怎么解决 打您解决 好比说现在的疫情 一定要远端上课嘛 现在很多年纪比我 还要长好几岁的 二三十岁的老师们 好痛苦 第一次用什么Google的远距教学 第一次用什么 所以就会有业者想出一个东西 教学用自动追踪摄影机 你反过来看他 这样是一个大型监视器 他的后面他多了几个功能 USB 然后网路线 接麦克风 现在在课堂上上课都很麻烦 又不是每个老师都有绘图板 所以你就可以回到你的讲台上 各位同学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工业史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它能够解决非常多的问题 双结棍 双结棍呢在使用的时候非常的重要 来 快速 老师们就可以一边教学 然后一边示范 然后他就跟着你走 这些东西的创意发想跟这些产品呢 其实它就是依照着 现在这个时代所面临到的问题 面临到的问题之后 大家把以前的技术重新合成 做出一个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的产品 那如果你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 应该怎么办呢 你可以打在电脑 找到这个网页 生活无限创造所 然后呢 你就可以在右下角来创造 合成我们刚刚所有有提过的东西 它有两个玩法啦 就是第一个就是 你可以把你的难题写上来 比如说我想要在吃饭的时候 同时可以监看家里的小狗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看大家的问题 像这个问题就很适合我一个朋友 三小日子 像三小日子他就是一个种田的YouTuber 是做木工的 没有 不是 他其实是种田的 他在拍片 他木工他只是 他主要在讲他的田园的自主 自己自主的生活 但是如果他今天 他在田里面拍片的时候 他同时又想要知道 他田里面的状况怎么样的时候怎么办呢 然后你就可以打开这个网页 然后去帮他合成物件 还有比如说像你在拍片的时候 不能拿着手机出来看 电脑出来看监视器 所以这个时候他可以 先选一个手表 把手表就是开片的时候可以这样子看一下 像我现在就偷看了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他的随时观看功能 那第二个我们要干嘛 田里面会有什么 虫草害 虫嘛 虫会吃掉他的农作物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从 台湾精品的网页里面找到一个这个 智能化病虫害监测与预警系统 然后点开的时候他就会有他的介绍 像这个东西他就是一个可以用物联网 然后去资讯收集 比如说他上面被黏了多少的虫啊 然后他可能会过去拍摄 去检视这个虫的数量 跟他的种类 因为田里面没有电嘛 所以他就像是一个行动电源一样 然后他可以随时把他拍了影像 然后上传到云端上面去 这时候你随时观看功能有了 你拍虫的照片的功能也有了 那你还缺什么呢 监视 没错 我们刚刚就刚好提到了这个监视器 我们把360度的环境教学系统 来一起合成上去 田里面有的时候除了小虫 这种有害生物之外 还有什么 毒虫 对 毒虫 然后偷钱里面的东西 所以说你要有监视器 好 我们把这三个合成在一起 然后虫组之后呢 在这个网页里面 它就会合成成这个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按完成 那我们就可以帮这个 全新的设备取一个名字叫做 看三小的田 然后之后呢 你创造出来的这个新物件呢 就会出现在这个网页上 就像小时候玩天堂 然后你就可以去什么投票啊 如果你没有想法 你也可以旁边随便合成 然后让它去随意的乱跳成一个 没有人做过的合成产品 然后你一样可以进到这个创造所里面 在这网页里面呢 就是有六个情境区 然后你只要在六月份的时候呢 上传你的合成物到你这个网页的话 你都有机会可以获得台湾精品 今年得奖的产品 成为你的生日礼物 那我们也会把这个网页 放在资讯栏 然后让大家提供 希望大家看完这一集之后 都可以成为一个有创意的人 以上呢 感谢台湾精品对我们这一集的支持 那也希望可以提供大家 就是我们平常在教学 或者是我自己使用的创意发想的想法 如果你喜欢这类影片 你可以勾喜欢让我们知道 如果你想要长期支持我们频道的话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会员 里面有很多隐藏的影片哦 那我们期待再见了 拜步 你们有没有更有双叶一点的拜步 拜步 那你最近有什麼問題 你說我的生活上有什麼問題 大小小的 我最近種植物都會死 沒有以前不是的 我其實就有想過一個問題 我們其中一個辦公室不是在地下室嗎 你知道你們的大便都去哪裡了 沒有因為地下室是沒花糞池的 因為很像我們這種是老房子 地下室是沒有花糞池的 所以你們的大便都是被我繳稅抽上去的 不是被我 被那個 辛苦了 被那個機器 你們會不會大便都常聽到一個 有 繳稅機 我曾經就有想過說那個繳稅機 它應該可以拿來繳你們的噴 因為最近種植物都會死 然後每次我們不是公司有提供你們吃那個員工餐嗎 那你們每次都吃不完 留下一堆噴 現在的那個繳稅機像這個都做得很好 就是你有特殊的刀片有沒有 然後特殊的那種磨碎盤 你就可以把你的廚餘攪碎曬乾當肥料 其實我覺得這種工業攪碎機 應該以後把它變成公社 然後或者是每個家庭裡面的那個 廚房的那個媽媽做菜的那個流禮台的旁邊啊 都可以標配做一個 有想法賺錢 歡迎廚房在發案件啊 不歡迎 這我要賺 顧起來有證據喔 這一招很靠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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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